我国终于收到来自药厂第一批11.7万剂的AZ牛津疫苗 但是明明我方之前向药厂下单是订了1000万剂 但是第一批只来了11.7万 除了剂量少也不是整数 究竟这个运送的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 也引发了外界好奇 指挥中心在今天就解释了 其实二月底泰国跟越南同样也是收到了AZ疫苗 11.7万剂 强调对方没有亏待台湾 也推测可能是一箱的包装就是11.7万剂 才会出现这样的数字 而首批AZ疫苗到货之后的检验画面也曝光 卫福部实用署检验人员谨慎拆箱抽取疫苗 要检查是否被污染还有确认品质状况 3号第一批无预警送达台湾的牛津AZ疫苗 立即进到国家实验室 开箱画面首度曝光让国人第一次看到 牛津AZ疫苗真面目 通过关键这一步 这批AZ疫苗合格后才能取得药证开始接种 一罐疫苗设计为10人份 但台湾已向AZ疫苗订购了1000万剂 第一批却只送来11.7万剂 引发外界好奇 这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我发现前几天 2月24号26号的时候 泰国跟越南他们也是收到这个AZ公司 给他们11.7万剂 我在猜可能刚好是就是那个一箱 一大箱刚好是11.7万剂 所以没有亏待我们了 就是都是11.7万剂 强调没有亏待台湾 而机量并非整数可能跟空运包装限制有关 相信首批成功到货后后续运量就会逐渐加大 一台飞机可能可以放个40万剂左右 怕全部都放在一起 那如果不小心那个可能会损失很大 COVID的部分目前你如果看到他的网站 目前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分配有关是这个 非洲印度的印度厂的这个疫苗 是属于是其他国家就是捐出来的疫苗 那像我们是自己买的疫苗 目前看起来都好像还没有拿到 强调目前COVID平台持续进行疫苗分配 不过其他厂牌疫苗究竟何时能抵台 似乎依旧指纹楼梯上 不过那当然是有告诉我们可能出货的时间 有关COVID跟BNT我们都持续跟对方在联系 只能说没有跟进一步的消息 强调疫苗时程非超值在我 指挥中心做足准备疫苗随时到货 也能马上应对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